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将自己在医院的生活经历和使他被送入医院的迷你原因都记录在他日记中 随着医院面临拆迁 罗杉的东西都被扔进了垃圾桶 此时罗杉非常的愤怒 希望可以拿到自己的日记本 而医院也新来一位叫做格林医生 准备为他评估 决定他是否能够重返社会 为了解罗杉的过去 格林就帮助罗杉找回了日记本 于是故事开始了 罗杉曾是二人人去英国发展 不过因为二战 罗杉不得不回到二兰 在姨妈的面包店帮忙 而此时意外发生了 罗杉在家乡成了万人米 神父街头的混混 英国的飞行员莱诺都爱上了罗杉 希望可以和罗杉交往 飞行员莱诺因为二战离开了二兰去参军 而小混混和神父为了能够和罗杉交往 甚至大大出售 最终姨妈为了生意 让罗杉一个人生活在森林的小房子里面 罗杉一个人在这房子也很郁闷 不过依然逃脱不了这些人的骚扰 小混混希望可以和罗杉交往 神父也来到这里 但都被罗杉一一拒绝 最终意外发生了 一日飞行员飞机坠毁在这片森林 罗杉赶紧赶了过去 发现飞行员是来呢 而且还活着 就赶紧救了飞行员 而此时 埃尔兰的小混混看到飞机员坠毁在这里 也开始搜寻 最终因为罗杉的撒谎 小混混才离开 罗杉和莱诺再一次相逢 两个人很快就相爱了 发誓一辈子都在一起 甚至两个人还在牧师的见证下成了夫妻 莱诺告诉罗杉自己要归队了 等战争结束后 就带着罗杉离开这里一起生活 罗杉满怀希望 准备等待丈夫的归来 此时意外又发生了 小混混发现莱诺还在这里 准备抓捕莱诺 最终在罗杉的帮助下 莱诺才逃走 神父看到罗杉和莱诺交往 非常激愤 就编造了一个谎言 说罗杉有心理疾病 最终在当地教会的帮助下 罗杉被带到了精神病医院 刚开始罗杉试图反抗 但都被医院的人残忍的镇压了 神父还告诉罗杉 英国的莱诺已经被二兰的小混混杀死了 罗杉非常的伤心 但又无可奈何 而此时罗杉发现自己怀孕了 二人已死 孩子成为了罗杉 为了希望 罗杉希望可以把孩子留着 但当地孕妇生的孩子都被教会收走 为了留下孩子 最终罗杉决定逃出去 罗杉挺大肚子逃出了封人院 最终产下一名男婴 婚离在沙滩 等罗杉醒来的时候已经被抓住了 关在了封人院 而警察和神父还有医生则一口咬定 罗杉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婴儿 罗杉一直不相信自己杀死了婴儿 但医院开始让罗杉忘记这段事情 甚至惦记折磨罗杉 满世界都是罗杉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的谎言 但罗杉坚信自己没有杀死孩子 这一晃就是四十多年 罗杉一直坚信自己的儿子会来到这里 带着自己离开 格林医生通过了解罗杉的过去 也是非常的同情 点的结尾 最终格林医生发现自己就是当年那个婴儿 神父发现罗杉生了孩子之后 就把孩子给抱走了 留下一个谎言 最终格林医生找到了神父的亲笔信 说明了当年的情况 而格林医生也把母亲罗杉接回到了家乡 这部电影改编自二兰作家 塞巴斯迪安巴里的同名小说 电影通过女主角的手稿 揭开了一段不为人知的二兰秘史 反映了作者对二兰独立战争和教会 对女性的控制与教化的思考 喜欢的可以干干 电影的名字秘密手稿 想看更多的 还有电影感情观众信号迎战吧 对女性的控制与教会